那你們先不要有反應 就陪大家第一次聽我的人說 你知道喝酒水的人 最小人說他酒水對不對 破壞我的氣氛 那喝那個 當天歡喜說我酒水 有兩個人都酒水了 晚上坐樓邊在那裡喝酒 一個人說你酒了 另外一個說沒有啊 什麼我酒了你這酒了 他就說搞什麼是你酒了啦 這樣嘟嘟幾百分 還說不然這樣啦 我們來證明誰酒好 就集中一個 把手電筒拿來 放這樣 電話就打開了 那不是他嘛 你打開有一個什麼 電話好像光柱這樣走出來對不對 射在天空上面說你看到嗎 當然要看到 我沒有水了當然要看到 看到了好 拔開了 對這支這樣拔開了 他就說你是小的 你是酒水了 我如果拔到一半你電話給我滾 我不會塞下去 聽到沒有 那兩個都在說什麼 酒的對不對 兩個在說酒的對不對 真的就照他講的 真的想說他要拔開了 小孩不是怕的 那是空的 是說電話滾起來就落下去 對嗎 這個公主的 還有一種 有一種病 在那個醫院裡面 有這個病例 說人如果剛才不對 鎖住之後 你會覺得你死了 你以為你死掉了 明明是外的人 你會覺得你死了 那就是腦部的地方壞掉了 那有一個人就真的覺得他死了 就死了 死了 我死了 那旁邊的人說沒有了 你就好小好小 跟我說話 還會吃得清 怎麼可以 就整個建議 最後就把他推薦去看醫生 醫生也好想說 我們就跟他講 兩個人都同意一件事情 都別人跟醫生都同意一件事情 同意一件事情 死人不會流血 你怎麼知道死人不會流血 為什麼死人不會流血 你知道嗎 因為心臟停了 不再蓬佈了 不蓬佈就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你蓋整個 血管裡面的血 沒有把它撒出來 所以不會流血 死人不會流血 他說好… 那病人說我也同意 不然這樣 我們現在做一個證明 我如果拿尖把你插下去 你如果血沒有流出來 就表示什麼 你死了 那如果流出來表示什麼 你外的 好… 來 他先把手拿下來 尖把你插下去 來 我上課的時候 盡量保持安靜 因為大家在上課 會影響到其他人上課時間 我會停下來 直到你聲音沒有以後 我在上課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就尖來插下去 插下去 當然發生什麼事情 會流出來 對吧 因為他真的是活人 會流出來之後 照理說這證明什麼事情 這病人是活的 他應該這樣承認 結果這病人說什麼 原來死人也會流血 聽到嗎 他是反證 同樣的證據都顯示 放在你前面給你看 你以後 你以後是另外一個方向 我等一下 我講話內容 我有很多英文 拜我們在這裡做官員 英文 日文 都會這樣 壓力很大 來 現在頭一張多少 有看過的人走手 那個上過我課的不算 沒有上過我課 頭一回來上課 看到這張圖 有看過的人請舉手 這是什麼 誰人畫 誰畫的 誰畫的 那有人知道 你說你看過 那位 不知道名 不知道名 名沒關係 是誰人畫的 你知道嗎 誰畫的 誰人 我知道是人畫 不是人 我誰人畫 當然也是人 什麼人 他有名嗎 忘記了 好 叫高庚 高庚 高庚是18多少年那時候的人 上上個世紀的人出席 他那時候 他是法國人 在他的 他到 他 我講的 我念一下 我什麼話都講 這個人叫做高庚 高庚是很有名的畫家 他到 他一生生命都很坎坷 有時候很奇蹭 六百 有時候很好 有一次 他度賣得很好 賺很多錢 過的人就搬到那裡畫畫 他是個畫家 就搬到大溪地 你知道大溪地嗎 大溪地的太平洋中間有個島 很漂亮 上面都是生活都很富足 沒有在欠吃的穿的 天氣又好 他就搬到那裡去大 在那裡大 照理說 他在上面生活非常優惡的時候 應該沒有什麼煩惱 結果他有一個島出來 這島的名字叫什麼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一槌 我們要去哪裡去 很奇怪 照理說 你生活已經滿意 我們為什麼 開始問這個問題 這個是大災問的 你台灣人會問這個問題嗎 我們是什麼 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你要去哪裡去 我們往哪裡去 你有問過這個問題嗎 我是為什麼現在在這裡 我不是說在那裡 民進行復价 你想為什麼現在活在這個地方 你的使命是什麼 你為什麼活著 你往哪裡去 過期你的祖先從哪裡來 你怎麼知道 大家都不敢去問這個 過期的教育把你翻到旁邊這樣 我們今天就是針對這個在講 我上面一句子 資源回收人 我們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什麼叫做資源回收人 我先給你定義 我講什麼都你先從定義講起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過去 部落跟部落裡面收台 都是這樣 全世界跟我們一樣 一開始是先有部落 國家那是後來才有的 最早的人都是這樣一頂一頂 對不對 四個這樣散 部落部落 自己占了一塊土地有水資源之後 就在那裡生湯了 等到你跟別的部落 那時候燒到一頂會怎麼樣 燒爬 燒台 燒台那頂就做什麼事情 都把對方贏的人 會輸的人中別 全部殺光 為什麼要全部殺光 為什麼要那麼殘忍 怕說他一天會報仇 如果讓他走出去之後 去報仇 生湯 又一頂人回來跟你報仇 他們為了要避免有後患 所以都中台 但是這延變幾個萬年了 人們覺得這樣不對 這樣就很浪費 為什麼 我佔了你的土地之後 你把你的男人都抬掉了 但是我土地變大 我的水資源變多 我還是要派人去種 你不是很傻 所以他去想一個方法 要抬一順 像抬什麼 比較厚的 比較聰明 男人的都抬 男人的老肉父母都老掉了 為什麼 留在那邊繼續種田 種菜 他要進走 時間到 我給你抽水 抽到回來就好了 反正你這一群是老弱父母 你不會來對我做什麼 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人本來要去用 英文叫Discard 要丟掉 現在Q都回來輸用 本來是本手 要丟掉 再拿回來用 叫做資源回收 後來給這人用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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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麻煩 台生 就是這樣 我右邊的字都不見了 我怎麼存在這個檔案 下一張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超人的 台生可不可以幫 します 先回到上一張 這張很好看 先不要讓你們看 資源回收人就是 就是没有头的身体 我怎么说 我跟你说 志愿回生人就是没有效忠的对象 因为你的会效忠 效忠就是我会遵守 每个首领的命令去做事情 村的人 老老父母是没有特别效忠的对象 这些人把我管都好 对吧 以前女人跟小孩子是当做财产的 你把你线了 把你唱过来 当做财产收回来 只有那些男生会跟你打你 跟你呛 对不对 那是部落的生存战争 你知道吗 过去都是部落之间的战争 是为了这组的人要帮下去 所以他要打仗 他为了生存 他必须要很残忍 所以这个 中东过去就是这样 中东以前 你知道以色列到今天 我跟阿拉伯国家在那边打 台到变变变变变变 几千年 我们都没耍 我跟你说过去有一个故事 就叫做亚伯拉罕 就是他们的祖先 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家 共同祖先 亚伯拉罕到很老 还没有生孩子 她的母亲就说 不然你全家跟我们家的女孩生一个 好 要不然没有传后代 结果女孩生了孩子之后 这个下女突然就觉得了不起了 我就 欸 你的大女孩也没生 是我在生 所以她自然她的地位就提起来了 这大女孩撞不住呢 还不是母 那是女孩 撞不住 就给她一边水一点吃的东西 就叫她离开 很可能 外面都在沙漠 把一个小孩子跟她 结果 这个母子跟她儿子 后来变成大族 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亚伯拉罕跟她原生的九十回 又生一个人 延续下去 就现在是以色列人 这图以前就打到今天 今天又在打 现在总统还在打仗 就是这样 永远结束不了的战争 就是她生存战争 过去部落跟部落修台的时候 会做什么事情 都会自己把自己拜的神搬出来 你如果修台不够 她会把她拜的神在上面 另外一组也会把她的神搬出来 修台一阵 除了朗爹护上校正之外 说我们的神比较大 一定会把你们打牌 另外一说我们的神比较大 一定会把你们打牌 就是这样 对干 战争结束要一定有一个拜的 他就要求战拜的人拜他的神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收府 你们的神就比较厚 丢掉 杀掉 烧掉 改拜我们的神 过去在中国那时候 打赠赠赠的 一陣子都对我赠 就跟着我的信赐 我如果说我赠赠的跟赠赠的打 赠赠的 拜春的收边进来都赠赠的 就是这样 过去就是这样 所以部落越格越大 越赠的越大 对不对 所有人都赠赠的 所有人都赠赠的 是这样子产生所谓的 这是我现在说的信赐制度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语言消灭等于 种族消灭 你自己去旁边 就要说战胜者的语言 对吧 我现在说这个 都是台湾人经历的事情 你现在拜中国神 我们台湾人 刚才这个土地四万年了 四万年前就在这边 我待会越说越想说 我们拜执他们的信 我们的信是中国人的信 不是我们的信 我们本地的信不是这样 我们的姓氏是 阿公加上爸爸加上我们的名 比如说Peter John Rock Peter是阿公的名 John是爸爸的名 Rock是我酒头我的名 我生的是他叫水 John Rockwater就是这样 为什么堆三代 过去的人平均说明不高 三十几年就死了 所以你只要追财产 追到阿公一代就好了 所以这是包括印度今天 要用这种信式制度 就是接阿公和爸爸的名字 就到了 不是什么姓林 姓丹 那都是中国来的 那是最近两百年的事情 那已经在土地生 通了四万年了 来 下一张 我刚才说这个 去用资源回收 没头的人就是这种 X-Man 这没头的超人 你不要以为没有头就没有能力 没有头可以很有能力 像超人一样 可是他没有头 没有效忠的对象 下一张 再下一张 我把人类分类 人有分这一整个类 有头的 这没头的 这什么 像动物一样 你有听到台湾人说吗 这东西没有 没有 偷偷做什么 不然做饭人帮我吃 你有听到吗 没有办法当饭吃 这句话就表示什么 他是接近动物的 为什么 会说这些人 他认为东西的价值 是根据他可不可以拿来吃 对吧 动物在做这件事 拼一拼 这有什么吃吗 即使这里面是五百万现金 放在那裡 鞋子去拼 没有米 这也没头吃就走了 对吧 因为他是动物 知道吗 台湾人只要用吃 说你有吃饭吗 就接近这个 你以吃来 决定这个东西的价值 就是这样 这些人 接近动物的人 会做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 很多 接近动物的人 比如说 高雄 不是有些青少年 拿刀 拿刀 刀刀 跑到家旁边 骂白沐 乱杀 也不知道 也不认识人家乱砍 你就问那些年轻人 抓来之后 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 我说他爽 我不知道 我晚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动力 一个刺激我的能量 就想要去抬人 这种跟动物一样 原始的本性造出来 他就会跟着他自己的本性去做事情 看着女儿 只削地狗 对不对 情欲发动就是 青菜欲背来 就跟动物一样 所以控制他行为的主要东西就是 吃的 穿的 跟身体来的刺激的东西 这种有接近动物 所以中文里面有一个 衣冠禽兽的 是什么意思 穿三个真心 对不对 表面上穿着衣服 住的是地堡 还有私人飞机 做的事情跟动物一样 你知道我在讲谁吗 对不对 专门去害死人 他就跟动物一样 他的行为跟动物 他宁可去害人 他不管其他人的生命 对不对 像动物一样掠食 那就是衣冠禽兽 就是这样 跟高级的 高级一点 我们现在讲 不像动物像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动物这个展出的人 用什么来划分 也有上中下 以巡浮的程度来划分 越高的 你如果打得来 如果打得来 如果打得来 打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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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有 坐下 帮我去拿 丢球 剪 这种 我现在比喻人 很可能 人才精神一样 较好的 叫做有身体的 这种人是以什么 遵守法律规范的程度 以及执行效率来划分 我们现在大部分 台湾人都是一层 大概一层 这层的 要怎么说 我跟他说 资源回收人 才能隔壁的城市 就是香港 就是没有头的人 为什么 过去英国统治 对不对 英国给他统治 英国给他统治 英国给他做一个系统 你在里面 资源回收人 只做什么事情 每天 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买东东 听到没有 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买东东 听到没有 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买东东 所以这就是 这一群人在做的事情 他不管上面是谁 所以 九七之后 中国收回来 这个土地本来是中国的 他收回来 香港人本来是中国人 吃得好 但是他抗议 他本来是英国统治 他觉得很好 所以邓小平一开始说 五照跳马照跑 就是说你继续让满 你继续继续工作 时间到抽税 把你拿来这样就好了 就现在派了总督 过去香港做一国两制 为什么一国两制 是要骗台湾人 他现在知道台湾拿不去 所以他哪有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就一个人有两个精神状态 那就是人格分裂 不可能 一国一制 所以中国要求一国一制 香港人民开始唱 中华人民解放军的歌 叫你开始唱 他们买的 买的 我们要叫总督下台 要换人 你就说为什么要换总督 他长得跟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总督长得跟你们不一样 因为他有投 我们都没有投 我们要选一个没有投当总督 为什么总督有投 他有效忠对象 他效忠谁 中国 北京 政权 有效忠的对象 但是你今年香港人 都没有效忠的对象 都没投 没投 看着有投 就觉得怪怪 所以他 咱咱赞中行动 这些年轻人都没投 你认为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也成不了气候 做事情就无头无脑 你问他要什么 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当人家在访问他说 你们这个占中其他目标 最终目标是什么 说不出来 顶多他要说 我们都有效率 我们组织结构很完美 我们占中结束里面 地板都很干净 这怎么是诉求呢 跟我们过去见立完会员 一顶人 赶快 没有投 没有效忠的对象 你讲不出个所有人来 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要去做什么 往哪里去都搞不清楚 讲不出 所以这些人不要理他 他渐渐就不去了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 没有投的人怎么会有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真的香港人说 我们香港要港独 凭什么 凭什么 他连基本的法律都不知道 你要读什么 跟台湾法度的同样 土地不是你的的 你们什么资格说 这个土地就变你了 以后你变一个国家 你怎么跟国际上 人家也不承认你 这都不用处理 我们不要再说这么多 我们说到这里就好 最上面就是什么 我跟你讲 越下面越接近 physical 身体 再来主观 动物是没有什么主观意识 慢慢有主观意识 你就进到这一层 叫支援回收人 主观意识越来越强 还有什么 客观 越顶管越客观 所以支援回收人 也分三级 你可以是诺贝尔奖得主 可以是大学教授 大法官 但是你是想到这层 还上不去 这也没有所谓的高低 你可以很有钱 但是你是动物 你也可以是很穷 但是你是有头的人 像个人的人 像什么人 像那些传教士 有美国好的环境 跑来台湾 热身聊 因为每天帮麻风病人换药 他有效忠对象 他按照他效忠对象来做事情 所以他可以很穷 吃的东西很简单 他不重要 他有效忠对象 这是更好的例子 他有效忠 因为上帝叫他来做 他就来 因为有一个组织叫他做 回教国家也有坏的 这头如果装坏的话 就是也是有头 像回教圣战组织 有没有他成立回教国 那些人吃的每天的生活条件 是非常的低 但是他下心 叫你去带人 叫你去带人 叫你去死你就去死 这种是有头的人 但有头的人讨论的探讨问题 不一样 讨论真理 善 美 胜 这种事情 这就顶多是爱国荣誉 爱情 亲情 再顶多就是生存保足 本能感官 就是这样 我把人分类 我们在里面 都可以分类 你以后你出去回到家 四周的人看一看 就是这几种人 我们民政部来 就是要把你头挣起来 我们要知道你是谁 来 下一个 我现在不讲到 待会回到这边 下一个 下一张 你们有没有年轻人 年轻人在听 上次Maroon 5是你听的 还有谁 有在听 薄力宏的歌 没有听过 Maroon 5 有没有 年轻人 都没有在听 没有听过 那他是比较 fashion一点 好啦 那就不管 那你没有听过就不讲了 下一张 这叫好像自然界部落形式 一张野兽 这就是 来 下一张 我们直接走到台生 我走到台湾史解码第一张 好 来 上第一张 那个彩 这个谁看得懂 这个是一张图 看得懂吗 看得懂吗 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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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去走 看得懂 人去走 应该是看得不 这1907年的時候 Block 画的 第二张 来 看第二张 看得懂 这张图 看得懂 看不懂 这张图 看不懂得清楚 看不懂 看不懂 也没有看不懂的 都看得懂 我说过去 有一些同学 说他看不懂 我就问他说 你看不懂 我请问 里面是有的 飛机大炮 还是有的 有的坦克车 他说都不是 我说以为什麽 他说有的人 我说你也知道是人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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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男人 有的男人 你连男人都看不懂 当然也看不懂 对吧 有的几个人 五个人 都知道 对不对 但是那些说看不懂 表示什麽 他过去对于画人 有一个固定的观念 应该像下一张 来 台生 我们过去都看这款 才看不懂 稍微变化一下前一张 那一张就看不懂 前一张立体画拍 来 台生 前一张 这款就看不懂 但是韦记我们桌的人 是下人 你知道吗 你有听过皮卡索吗 没听过皮卡索 听到骑手 皮卡索 皮卡索 有听过吗 没听过 他是一个上一 1907年的艺术家 他画 他开始 从他开始是立体画拍 叫皮卡索 皮卡索 这个艺术家画这个 台湾人都看不懂 因为台湾人顶多欣赏艺术水准指导 印象派 我请问你一下 麦克风是这样 对吧 这样是不是麦克风 这样也是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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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一定要这样看才是 不一定 所以呢 同样看人 可以不同角度去看 对吧 鼻子从这边看 眼睛从这边看 这个从这边看 把这些不同的角度放在一起 就是立体画拍 画这幅画的人 时间是1907年 是你们阿公阿嬷阿祖那时有的 上个世纪的人画的你 现在看不懂 表示你的艺术欣赏水准 停留在上个世纪 要不然就一百多年前 你没有跨过来 你的眼光还是古老的眼光 敢来看一点的透视法 你知道吗 来 下一张 来 再下一张 我们三张比较 从古早 古早就说一点透视 1点 我坐这里不动 我看东西看就这样 这是不同的观点去看 变成这样 这个角度更多 角度更多 就变成这样 极端的立体画拍 这立体画拍 但是这三张都是写实画 它还不是抽象 这叫写实 它只是不同角度而已 它不算抽象 写实画 不同角度 这样而已 这样看 三个不同系统 但是 不管哪一张画 你在这一画里面 从头到尾都要同一个态度去画 对吧 这也讲一个态度 你要立体就是立体 你不可以一下跳写实又跳立体 要不然会变成怎么样 下一张 这所谓的抽象 这叫抽象 它真的叫抽象 完全 no reference 没有参考到自然世界的任何东西 下一张 我这课 你们为人都开始会读乎 你们自己判断一下 来 艺术真的不是给其他人看 艺术真的是给由头的人去学的 你们现在要给它装头 所以我把这些东西给你们 我们现在有些工艺术 我在解台湾史 来 一下又画写实的角 一下又画立体画牌的角 一下又多点透视法 多点的观察点 超级立体画牌 这就灰了 因为它在一个系统里面 不consistent 我现在介绍一个新的字 下一张 有几个字 hozoku是什么 法则 法则叫做运用在宇宙 放诸宇宙接准的道理 叫做法则 我不是在讲法律 这个law 不是在讲法律 法律是人之间 我现在法则是全宇宙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万有引力 两个物件之间会产生引力 不管到宇宙哪个点都是一样 叫法则 那法则之间一定会有一个东西 一个字叫做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 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等一下晒起来 一下标200 一下15 一下60 这叫不一致 我的速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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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人就受不了 对吧 要不然在座各位下廊心跳不正常 一下200 心跳超快 一下没了 这种就是你在心跳上不一致 对吧 那还有在行为上不一致 比如说我今天穿西装打领带 对吧 在镜雄嘛 我左边穿皮鞋 右边穿高跟鞋怎么样 没看的 这些人头上不一致 你看系统不一致 这叫不一致 叫inconsistency 在你的decision making上面不一致 你这个人就是系统混乱 基本上就是有问题的人 所以任何一个行事系统 不蕴含矛盾 其实consistency这个概念很重要 你在法院里面互相告来告去 只要指出对方论述的不一致的时候 你就赢了 这有点轻 你们想一想 我发觉大家的反应来决定我要讲什么 那什么叫一致性 一致性包括什么 理外一致 我内心想的 我宣称的 我claim的 跟我实际上做出来的要一致 大家的反应好像开始呆滞了 我要介绍另外一个字叫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表里一致 在美国这个字 它的相反词是什么 integrity的相反词叫dishonest 不诚实 说的比较难听叫做hypocrates 伪善者 伪善者 已经开始迷糊的人请举手 我发觉大家已经开始听不下去 我现在要简化到什么程度 让你们听得懂 来 不管 记得这两个字就好了 你在社会里面 越大的 我举例来讲讲一下比较轻松的 一个村子里面越做丢路的 你对人的态度是不是要一致 你不能说对这个地方好 对那个比较壞 对不对 我要一致 你不一致的话 会有人给你善 你这不说白 对他这样对那个 标准不一样不可以 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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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在部落里面都是这样子 在国际社会也是 在国际社会里面 要想当老大像美国这个 他就要有一个法律 才压得住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他的一致基金是什么 我们标准是国际法 国际公法 战争法 都要用这个来关全世界 不然会乱去 要不然其他不同国家 会挑战他 所以越是大的在位的统治者 他越要在他的标准上一致 我们就是美国一致 我们就赢得赢了 我们才可以赢得赢美国 你美国不是大国吗 你不是讲说在你的宪法讲说 万国公法是他所遵从的吗 国际法 战争法 都是在你的宪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你会根据这个 为什么你把我赞名叫我去做兵 为什么你把我赞名叫我去买武器 为什么你把我赞名叫我去买武器 为什么你把我赞名叫我去援 为什么你把我赞名叫我去拿中华民国附照 这都不对 按照战争法里面 你不能对被占领地的百姓做这件事 美国你怎么这样 我们在法庭够 美国是一个表里一致的国家 他刚才说这样不对 他又是三权分离的国家 所以法院判了其他的单位 立法部门行政单位要配合 照今天的结果 还有今天一个民政府 还有成立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才有要拿身份证出来 照着发行 什么叫被占领地的百姓就是我们 我们在享受这种法律下 被保护该有的权利 这些东西就跑出来了 若是你继续在中华民国附照 还是身份证 你就没有这种权利 你没办法享受 你是去用中国人去管 但是你说 没有 我是台日本国的臣民 这是我的身份证 你才有不一样的待遇 照今天一个台湾民政府 我想要跟你说这个 台湾人人不知道法律 一天到晚黑白人都洗了 搞不清楚状况 自己用自己单方面的 一厢情愿的想法 想去了解这个世界 什么都没有 哪里都去不了 台湾要投入 傻瓜 你法律都不懂你要喊什么东西 你要先懂得法律什么 法律你不 法律背后的原则你不懂 你怎么懂法律 你至少要从原则 从后面的原则开始 我现在就跟你讲原则 大自然是一个法律 大自然里面有人生存 所以人类制定的法律 是会要管人 对不对 你在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考虑 什么是大自然的原则 我举例来说 大自然里有地性引力 对吧 所以你设的法律里面 一定考虑这个 你不考虑这个的话 建筑物就会倒 你建筑法规 你去设立的时候 没有考虑地性引力 倒掉了 不是 大自然规则里面 有人类有男有女 所以你制定人类的民法里面 就要考虑有男有女 人类要要生存 所以你的法律 你就要考虑要设定一些法律 要保护男女结婚生下一代 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不可以把人 都是一视同仁 法律一定要兼顾到大自然的法则 人类结构系统 如果跟大自然的法则 互相冲突的时候 谁倒霉 谁倒霉 当然人倒霉 大自然倒霉 大自然倒霉 大自然不会倒霉 完蛋的是人类 所以人类在设定 人类的法律的时候 一定会顾及大自然 运作的原则是什么 想办法跟它配合 所以因为有大自然的法则 才有自然法的基础 之后建构国际公法 是以自然法的基础 去建构不同的法律 最后在宪法 然后在之后的明法 行事吧 各种应用上的法律 法律的结构是这样起来的 你如果不知道 这基本法就要尊重 大自然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法律很快 那个系统就毁掉了 你如果要来台湾民政府 没有这种了解的话 课程上不下去 高级班上会很吃力 我们要的是台湾人的精英聚聚 你们已经走到门槛进来了 这是第一步 再来你就越走越深 现在在那边穿黑山的 非常有纪律 那是我们中央内阁在上课 在隔壁那个房间就是 那你讲的课程更深了 我现在一步一步带你们进来 你们会来就已经不简单了 我跟你讲 你们在判断力 对事情的是非对错 英文叫Discernment 分别事情是非善恶的能力上面 比一般台湾人比较强 至少不是主要说公积委 連消的那些人 不是 你们至少还保留人的一些 基本的本性 对事情是非对错的判别人 你再来家 现在下一步我要大量的给你资料 补充你们过去在国民党交易里面 没有的那一块给你补起来 所以我现在在讲这个东西 来 下一个 我今天配合大家 所以现在环境在改变 我现在慢慢把你从台湾 中华美国给你把那个系统 不要给你挖出来 观点改变 看到世界就变了 观点不变 就观点 根本看不懂新世界 就现在很简单 你小朋友你拿智慧型手机 你阿公阿嬤看他 看不懂 没有了 他观点还是用过期观想完就完蛋了 所以你来民进府 我告诉你 在座外 不管你年纪几岁 智慧型手机你要开始用 不会 很简单 我们有课程跟你上 开始用电脑 就不管年龄 我爸爸八十六回 还不是每天上网 再用智慧型手机 可以 不要去想我老了 没办法做这个没办法 别来那一头 人的功能是按照他的功能 有没有在function 你可能十几岁老人的优优 你也可能八十几岁 你的年轻人的优优 跟那没关系 跟你这个人的功能 像不像一个人有关 来 下一张 来 基本的概念 过去我们在台湾部落形式 M174的后代我待会讲 先放在那边 生存了四万年 后来有形成大都王国 再来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来殖民 我们过去一个岛 岛上面生存四万年 没有外面影响 为什么 当时人类的航海技术没那么厉害 你在一个岛上生存 没人敢打扰你 你也走不出去 所以你在岛里生存四万年 这是你的祖先 台湾人的祖先 到最近两百年 再开始有不同的掠夺者 我们叫掠夺者 掠夺者 掠夺者就是 有什么有西班牙来的 有荷兰来的 有日本来的 有大清帝国支那人来 来侵犯台湾 要唱你的祖先 掠夺者 掠夺者说得很清楚 男生对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结婚 想要就是跟你来 不要就是把你扔掉 也不想负责 也不想养你 对吧 那叫掠夺者 掠夺者最殖民地 就是这种态度 要资源都把你核心剥削 不然不会跟你建设 也不会保护你 那叫做掠夺者 过去对台湾来的 这些人都是掠夺者 掠夺者里面也会唱来唱去 对吧 西班牙打支那人 支那人打人 打来打去 结果那些人最大 日本打赢 建营大清帝国 这个土地帝 但是日本不是一个掠夺者的身份 他真的要跟你结婚 要他搶你 为什么 怎么证明 因为他在台湾的建设 证明他是真的要娶你 所以1945年4月1号的时候 发生这件事情 大日本帝国宪法 正式颁布到台湾 那个意思就是明媒正取 真的跟你搶一面 以后 从此以后 你跟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关系 是连在一起的 换取你的效忠 他保护你 就是这样 而且这叫什么 永久性的系统改变 过去那不同的系统 系统 系统 一个一次 把你掠夺 那都是掠夺系统 殖民系统一次 但现在这开始就不一样 过去这都是 滚倒油 每一个走 三一下就走了 从日本开始 大日本帝国开始 真的跟你搶一班 好好照顾你 建设台湾 就是在日本时代 台湾人的性质已经改变了 在血统上 我们是M1742后代 但是在政治的身份上很清楚 是大日本帝国的层面 他说没有 现在就是中国人把我们灌 是怎样 因为我们战败 我们战败之后 美国觉得 这系统很强 插着那边 美国把美国打给抹去 所以他一定要破坏你的系统 他怎么破坏 叫三流的系统进来就破坏了 三流就是末流 那流亡政府一次 那就是老朋友 走来这里给你灌 那时候 你本来很高兴的 大日本帝国臣民 马上就被打到 说得简单 你们家的事情 由你们孩子来灌 小学的小朋友说 今天我发号司令 就乱了 你们家如果有一天是说 我小朋友 睡到几点是他的事情 什么时候想吃是他的事情 大家就要打电的玩具 对吧 给小朋友管 一样大日本帝国 这帝国的系统 被这种流亡政府的人来灌 就是糟蹋 糟蹋掉 会破坏掉 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下一个 就这样 系统转换会发生什么事情 刚才是FOMOZA 后来大日本帝国美利坚 支那帝国 系统内部对象是 内部被统治的人民 思想上 以特定的史官掌控历史解释权 为了维系统治资格 然后在制度上以史官建立法律规范 流亡政府系统有问题在哪里 企图在不属于他的领土上 从事破坏 为了建构对他自己有利的虚构系统 如果怎么证明 因为一旦出了台湾 国际组织 国旗国号都不管用 都没用 怎么证明 你要脱离系统才可以回过来证明 你在系统里面没办法证明 因为你在系统里面 所以你说 布纸就不是这样 不好意思 布纸在他的系统里面 你不能拿布纸来证明 那些系统 我们已经脱离 我们在国际水准了 你如果在中华民国的系统 什么都看不见 下一张 再下一张 有人说 徐老师 你今天说的台湾史结 历史有什么了不起 我以前就不想打历史 我告诉你 历史非常重要 历史牵涉到观点 这句话听 史观非常重要 观点影响你的立场 你的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 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 行为会改变决定达人的命运 任何一个历史都代表一个观点 你写日记是不是用你的观点来写 那不是用白人的观点吗 对吧 对吧 但是你我都顶多到写日记的层次 大不了就写公司的发展史 学校严格史 有哪些写国家的历史 没有 因为你不是执政掌权者 你不知道去写那些 所以你有你的观点 我有我的观点 男生有男生的观点 女生有女生的观点 北美的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观点 北美的白人也有白人的观点 谁的观点重要 我请问你 谁的观点重要 强的人的观点重要 对吧 印第安人如果继续坚持印第安人的观点 嘟到白人 灭掉了 没了 被消灭掉了 对不对 男生有男生 说得很简单 在座的女童心 结婚的时候就发生这件事情 男生跟女生头一天结婚 第一天就可以吵架 怎么吵 晚上吃饭的时候坐在那边 太太在煮菜 先生说 咱们煮料 大家做定位 大家一起吃饭 太太说 不用啦 那工夫 我先煮的你就先吃 这些人 你的大家来就先吃 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们家过去就做生理 做生理没有材料 每个家里的人都到家才开动 你我姓姓 你就先吃 那就可以吵了 这样就可以吵架了 男生说没了 我们家都做定位 才开始喊开动吃饭的 这样就可以吵架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把他自己 从小到大的习惯观点 带进你的婚姻里面 对不对 女生也是这样长大 男生不同的世界长大 对不对 对不起怎么办 强奔 争吵 对不对 争吵之后要沟通协调 你如果不沟通协调怎么样 离婚 对不对 刷刷去 是不是 你不是 这个还好 这在男女之间 你如果是国家 对国家 台 观点不同不能谋合的时候 就是杀了 就把对方灭掉了 国家层次起很严重 不是什么吵架离婚收场 不是这么简单 但现在在说国家层次 我只用跟你讲说观点有多重要 所以你被他收编的时候 你就用他的观点 国民党来的时候 他怎么容许你有不同的观点 他绝对会灭掉你的观点 对吧 但是问题你凭什么 你只是代替占领 你说他就盖掉我的观点 他违法 所以我们现在给你盖 我们才有孩子的 所以我现在就针对观点 但是你过去的台湾人 现在在座的各位都还在受 除非几岁以上的 你们的教育 基本上国民党给你灌输 那个虚构的系统 灌在你们头上 我现在想办法把你们 从那个系统里面抓出来 是这样 这是我在做的事情 OK 下一张 国民党的流亡史冠 都建构在一个什么事情上面 我跟你说 三个 一个过去 一个未来 一个现在 过去是什么 比如说他要掩盖合理化 过去对台湾人的罪行 现在说 过去不是有个教授说 二十多万人不算什么 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教授 是不是很可恶 台湾人 你台湾人都没有 但是问题 他怎么会说这话 他是用中国人的观点 但是他用你的观点 教我们的你怎么 我们小孩子接受他的观点 这二十多万人不算 对不对 我们就采用中国人的观点 你是台湾人当然也起到 是我们的人去台湾 不是你的人去台湾 你什么不算什么 在中国没有错 不算什么 因为中国人多 中国一将功成万古枯 宁可错杀一万不要放走一个 这个中国的系统就是 四万民如草戒 但是在台湾人 被日本统治教育了 很开明了 我们现在尊重人 过去怎么尊重法 有户口腾本 有户口名簿 你是谁谁谁谁谁谁 这都记录得好好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日本人以前 你怎么管台湾人 不能超过两个礼拜 都要放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因 你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日本是这样做 我来说为什么 因为你变成大日本帝国 皇帝的承民 那至于那些总督来 他只是管家的身份 管家不能帮天皇做决定 他的人民要怎么办 这是天皇的财产 你不能随意对他做处置 是这个原因难受到保护 你知道 因为总督的身份是管家 管家不能对主人的东西 随便做处置 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被保护 再去消灭灭 是这个原因 你如果在中国系统里面 亲切去找到家都不知道 这个差别就在这边 所以二八放假 二八放假 你现在跟少年说 二八明天是台湾人的受难日 大家留在家里面 记忆一下 看一下相比 不要 跟同学约好要卡拉OK 要去看电影 明天放假 快快乐乐日 你们干嘛 老人都讲那一套 那些小孩子 已经不晓得 这是台湾人的受难日 他就是在颠覆你 对于二八这一天的意义 就是这样 透过历史 始观是重要 当然重要 他现在就用 使贯跟台湾人洗得不知道的人 并且中国人去 反过来又责骂台湾人 台湾人没有水准 就变成这样子 再来 第二个 未来要窃取台湾 叫MOTIVE 未来 未来就是要把中华民国在地和好 中国人的殖民村 要走来这里要把你吃掉 所以建议跟他说开楼圈 不然他就说旧金山合约 旧金山合约 才真正决定台湾前途的 你一个宣言算什么 我宣告101是我 你说1000字1万字 不会变你的 你要真正做产权的转移 你都要说101100亿 好 我出钱 买完 你就知道法院去下 卖的人是谁 买的人是谁 清清楚楚的 合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 名字都很清楚 那没什么都骗人 怎么可能靠宣称就变你的 真正决定一个 更何况国家的领土 私人的领土 交易买卖的 更何况国家 更是要用条约签订 来决定土地是谁的 哪有虽然说你宣言就变你的 这不可能 第三个 自信 建议就是说 中国要打台湾 我们来买武器 贪这个机会他去买武器 中间给你吃钱吃掉 实际上真正保护台湾 不是中国这些奥兵 哪有什么材料保护台湾 真正保护台湾是美国第七舰队 中国不敢拔台湾的原因 是美国人的军队 不是你中央美国兵 以前就要把你灭掉 他都用这个假议题给台湾人投资 买武器 钱交税 买武器 中间给你吃掉 现在知道了吗 整个史冠会让台湾变成这样 圈在这个政治链域里面 下一张 说到观点 国际兼领土糾纷 现在都是共同接受的观点 就是按照国际法 建议说自古以来 那就是中国的首相 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的中国是澎湖的 你要不要反给澎湖 自古以来你是大清流 要不要反给女真族 要讲要讲这样子 自古以来你是非洲来的 这里面国家派就是中华民国的 条约 宣言高过条约 国家派就是流行政府说的 下一个张 现在就是 今天想到的是帮助台湾人 从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 怎么样对那里面给你叫出来 现在讲这些东西 不断的跟你讲就是为这个理由 下一张 来 现在开始走到比较scientific的东西 这些西式张图哪一张看得比较清楚 看透视 如果你要看一个东西的透视 哪一张最清楚 来 用举手好了 这张很清楚的举手 看我这张很清楚的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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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这张这么举 这张这么举 什么叫透视 就是靠近你的大 离你远的远 你三个要有大中小 三个一样大 你怎么看得清楚他的透视 所以你看完蛋了 透视 透视就是说你近的更大 看不清楚 这个概念先有 你才知道说史官 你现在开中华民国的高中课本 教材 一段都中国历史 它就是把不该大的给你过度放大 过去四万年的台湾人历史都不讲 日本的五十年主要的这个重要的时间点 简单带过 那就是有问题 它就是有问题 就是扭曲史官 它让你的历史的透视看不清楚 所以台湾人看不清楚 整个历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连图都看不清楚 怎么会看得懂他的历史在跟你耍什么花样 对不对 百分之九十课程内的是中国史 日本讲中文 那就是给你洗脑 我如果说这个你听不然 你已经在他的系统里面 你要透过我的课 慢慢从这系统里面走出来 你知道 下一个 来 不管什么 在法院里面讲求证据 但是我 你是法官 坐在那裡 把证据都拿出来 你自己要对这些证据要做一个分类 第一个 这个证据是假的 不要讲 编造的 丢到一边 这是X 但是你到你手中的证据也要分类 A B C D 不同科级 上面叫科学证据 再来理史文献 文字记载推论 假如定管 如客观 如尾咖 如主观 主观的证人看到什么 那些主观的认知 但是你要科学证据 最有说服力是A级的证据 比如说基本的逻辑推理 进化论是什么 进化论什么是论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进化论不会是一个真理 那是推论假说 大文进化论只是一个现象的描述 他没办法解释所有的例子现象 比如说我挖到恐龙 他说恐龙是什么变什么变 那你变的过程当中 那些产物为什么都没有 偏偏是恐龙挖一大堆 然后什么点挖一大堆 所以这个上面点点点 不可能连成一条线的 我讲这个有点复杂 所以它是论点不能连人线 那是你一厢情愿连成一条线的结果 第二个物理性质 比如说我家挖到一具尸体 我讲这四千年前的木乃伊 你真的讲一讲 现在有个碳濕式搬衰期 碳同位素给它测量 就怎样这些是不是真的四千年的 才变成古董 古代的东西 但是这个一测不适就是不适 那是一般的crops 然后再 crops 化学性质 比如说我家后院又挖到一把刀 表示五万年前在台湾大家已经用刀子 怎么证明 你就看氧化 铁磨成刀子 这氧化程度就知道这个多久了 骗不了人 对不对 这属于科学人类 这三个DNA 最近因为科学发展速度很快 你用棉花棒在口腔掘一个拿出来 实验社放两天 马上把几亿队的基因排序捏出来 在电脑里面就出现了 现在科学已经发展到这地步 待会我会用到这个 那再来历史文献 History Document 不要说 宣言 条约 条约里面四十几个国家签约的 你跟你太太或者你跟你先生签约结婚 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讲四十国家 四十六个国家的人同意同一件事情 签约是不是更难 他的可信度是不是相对更高 而且是国家 你夫妇两个人要同意一件事情 要结婚都很难 更何况四十几个国家同意一件事情 所以这叫历史文献 再来文就是记载 随在你什么 偏主观 历史学家说什么随在他说 过去证据都是这样 先建构Hypothesis 就是假说 然后求证据 去证明这假说正不正确 错的话修正 再建立新的假说 下一张 我不要讲太深 来 再走 来 走 来 这个 国家地理杂志 这不是我编的 这个图很有意思 你知道人在生小孩子的时候 会染色体会复制 我们人有染色体 它会复制 Dubricate 复制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误差 那叫做突变 突变的基因 那这个东西会带在 所有从你生出去的小孩子身上 都会带在这突变的 它算是一个记号 所以你骗不了人 现在不是说 那你小孩不是我生的 那怎么证明 血一抽 还是头发一拔一根 上医院去化验就好了 跟你的头发拿走的臂截就知道 小孩是不是你的 对不对 现在科学证据就是这样 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用这个来证明 你是谁生下来的 国家第一杂志就有放下来 还有一个Dr. Spencer主持一个计划 把所有的人类抽样 样本空间是70万个 你们有做科学研究的 70万个样本空间是很大的 全世界抽样 就最后把人是从哪来抓出来 他就画了一个图 叫做Human Migration Map 人类迁徙图 所以今晚所有活在世界上的人类 其实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人不是四处要这么抹一下 这么抹一下照出来 不是 全世界只有一个源头 从哪里来 时间六万年前 这都要来 你看这边有箭头对不对 箭头根源从哪里 对这来 世纪的源头在哪里 人类的源头在哪里 你们看得到吗 地图会不会看 这人是哪里 非洲 对 所有今天 所有地球上所有的人类 只来自于非洲以前的一对男女 六万年前 他们生的孩子 有的对欧洲走 有的从中亚走 有的留在非洲 有的从亚洲南部走 有人说 徐老师 你这个图有点大 我想知道我从哪里来 很简单 这上面有个数字叫做M174 M174 我们就在这条山子走到南叶门 对吧 埃及的南部南叶门 走到印度 走到爪哇 到这里已经三万年了 四万年前 四万年到台湾 再来去日本 再来去朝鲜的北部 朝鲜半岛北部 最后就进到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有什么人 有的从南部上来的 有的从欧洲来的 有蒙古下来的 有南部印度上去的都有 几十几个人 走到中国去 所以谁是杂种 谁是杂种 中国人是杂种 真的有意思 我不是在污蔑 在讲事实 成熟是大杂种 大杂种 两万年前该在那边混 几十几个人在来 在南叶会互相结婚 不是杂种是什么 但是台湾人相对纯 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生长四万年 我们的航海技术没有出去 人也没有出去 你就在那里生长四万年 没有跟人家接触 不是纯种是什么 所以高叉族和北部座人 我们是他们的后代 我们要很骄傲 你上面你身族老的肺是很顺 没有跟人家混的 你一开始骄傲 我是M1742后代 所以台湾人 你不可以像我说台技 我就变台湾人 我说客位我就变客人 都不是 你们都是M1742后代 都是北部座和高叉的后代 你如果台湾人去拜中国人 做你的座船 你就背座了 我告诉你 你如果每年七年节 去拜中国人 说你的座船 你背座了 中国人是200年生才来的 我们的座船 四万年住在这里 你有没有搞错 中国人就要拜烂才对 中国人要拜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祖先 你们的人是从我这边过去的 以前韩国人说 我们是中国人做的 中国人起到要死 就这些韩国人 对吧 起什么 事实证明就是 你们祖先其中 有一部分从韩国来的 问题是韩国又从日本过去 日本又有台湾距离 台湾又马来伴哪来 最后我们都对非洲去 对吧 我们是M174的后代 在这里生团是一个很独特的 独特的一个支派的人 在这上面 现在是因为外地的人 给我们掠夺 他透过文化的侵略 语言的侵略 还是性识的侵略 叫你去拜他的行 所以你搞混了 虽然说那是我们的祖先 走到中国去寻根 你那里怎么有你的根 他的根在台湾 你不要准备拜 台湾人如果去拜中国人 做一个祖先 台湾人拜祖 我跟你说 我们应该拜我们在这四万年的人 那才是我们的祖先 那才有很久 那整百年那不算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会拜托的人 我们是他们祖公拜的 要搞清楚自己是谁 你怎么看 所以林妈你去挑会 我们怎么跟他不一样 当然也不一样 他们人对我们这儿去 他还跟百人染 人都乱七八糟 所以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汉人 也没有所谓的中国人 你定义不出来他的DNA 我就说这是中国人DNA 我去挑会跟他match看看 我是中国人 不是这样 他定义不出来 他是用靠讲的把定义出来的 讲的算什么 在科学政治上 根本不算是证据 是主观 以及会形成他的一个政治势力 产生出来的假虚构的人 那是科学证据 A级的 这是A级的证据 所以这个计划主持人 叫Dark Spencer 说的很出名的 他说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最伟大的人类历史故事 是写在我们的血里面 没法让你亲切而不说 你的血 抽水就知道 那你什么人清清楚楚 再清楚不过了 你知道 你知道你是什么人 清清楚下一张 你看这时间店 下一张 对啊 六万年五万 四万 三万 两万 一万 你看六二年前 从肥子馆在走出来 有的现在走在这 这是五万年前 四万年前 最后到我中国一年三万 两万年 买你那 对啊 我们是很 一开始就在这地方的人 下一张 你一嘴 你叫什么名字 我拜五赌到你 你就叫拜五好了 听得懂他的意思吗 你知道这个故事哪里来吗 你有没有看过鲁冰孙漂流记 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鲁冰孙漂流记 不知道的人举手 我讲这个故事 有没有听过鲁冰孙漂流记 这个故事 没有的请举手 好 沒有我就讲给你们听 好不好 对吧 鲁冰孙漂流记 18多少年 1719年有下的故事 一个白人下的 他说有一个白人坐船 到一个荒岛上 遇到大风浪 冰船 那里面的人都死了 只存在一个岛上 他就把船上的那些物资 再缺缺 再去一个树屋 躺在那里面 几个月以后 当地的土著人 走来找他 他看到 乡用看到他 你叫什么名字 就开始给对方取名字 给对方取名叫 identify each other 给对方取名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拜五好 拜五嘟到你 你们不是觉得很好笑 好笑的原因在 不是叫拜五 好笑的原因是 应该是当地的土著 就把这个北人付名 那是这个北人 把土著付名 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 你是外来人 我在这边住了几万年 我给你付名正常 你是什么外星人 要走来给你付名 这样才对 所以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吗 不对 印第安人本来没名 对不对 印第安人在那边住好几万年 那是北人照来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吗 当然不是 那是白人观点 台湾的名字叫台湾 是不是 台湾母亲的名字叫台湾 是不是 不是 当然不是 叫什么名字 有人说佛摩萨 佛摩萨也不是 我告诉你 这个土从以前都没有名字 本来就是没有名字 我问你在一个地方 自主在生肚多了万年 为什么要有名字 你也没跟外界接触 当你有名字就表示 你要认出对方 比如说竹跟竹之间有名字 如果我要跟你打 还是我跟你买东西 我来叫你的名字 给你付名字 给你取名字 但是你如果在岛上 也没跟外界接触 为什么要给这个岛 你都搞不好出不去了 你就以为这是全世界 那怎么给自己取名字 不会有 所以是西班牙人坐着来 美丽岛 伊拉佛摩萨 这叫佛摩萨 我们现在要跟外界接触 我们给自己取名字 我觉得台湾 我们是很难听的 叫佛摩萨不错 佛摩萨 佛摩萨 好啊 是这样 知道吗 不要在名字上面做文章 下一张 来 过去这个 毛利人来台东寻 你刚刚发现传家宝 毛利人 纽西兰的毛利人 走到台湾看到我们高杂图的美术馆 在看 这是什么东西 看着看 这怎么跟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一模一样 怕到了 结果有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认为他们是从库克群藻 波西尼亚地区的来源 甚至科学家发现毛利人 跟台湾的民族民地区很接近 不用很接近 我们就像我们这里开了 因为我已经把大家构的图画给你看了 人类 太平洋群岛上面是对我们这里出去的 所以他们找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把A级的证据讲出来 剩下你就fade into this puzzle 就一个一个倒霸霸霸 戴上了 要知道 下一张 这种 来你看 国家记者杂志1920年 封面你看一下 Formosa the Beautiful 美丽的Formosa 那时候飞机 美丽到洪炸台湾 在美国纽约的报纸上头版头摇一下 Tons of explosive Formosa 成盾的炸掉炸在Formosa岛上面 他有用台湾 没有 Formosa 你只能用Formosa 下一张 这是三番四 San Francisco Treaty 条约上面用什么名字 你看看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rescados Formosa是台湾 Prescados是平和 有用台湾 没有 没有 条约里面用台湾真的名字 叫Formosa 不好意思 你的土地买卖的权壮上面 说小草要买的房子 怎么会这样 不会嘛 不会嘛 不会用人家的假名 还是说人家随便什么 一定叫 陈阿草的土地 有名字的清清楚楚 同样 在条约里面要割让土地 一定会把你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另外有Formosa 就是Formosa Prescados就是澎湖 就是这样 很清楚的 很清楚 很清楚 下一张 好了 说到这个 我们说一个 更简单的 也叫做存在感 Sense of existence 什么叫存在感 你从这个人出席的时候 你当时开始知道 你有这个人存在 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我自己存在 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我自己存在 你不记得 我告诉你当时 开始肚子腰好 妈妈给你吃饮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你自己存在 为什么 我肚子饿就有人喂我 你第一个接触到 是妈妈的奶 对不对 透过妈妈的身体的味道 接触 触感 你会开始知道 我存在 我很重要 我饿就有人喂我 对吧 渐渐的爸爸给你扔 其他人 其他兄弟姐妹跟你玩 然后组里面的其他人 跟你一起玩 才慢慢你的建构 自己的存在感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如果小时候 被照顾得很好的小朋友 怎么样 就很有自信心 对不对 是不是 存在感很强 存在感很强的 就有自信心 自信心很强的人 学习力就很强 学习力很强的人 以后竞争力也很强 以后出去就是一个强的 可以贡献给社会 但是倒过来 那小时候一阵扒到腰 在那一阵扒到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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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小孩子在哭的时候 在那一阵扒到腰 怎么办 什么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 我跟妳讲 小孩子在形成自己存在感 遇到这种事情 它会有一个反应 过去我去育幼院里面 带小朋友 每次带很多的礼物 好吃的东西 带他们做游戏 大家玩得很高兴 就是有一两个小朋友 在那桌子里面 躲在桌子角 不要出来 我说出来出来 不要 不要 嘴巴继续吃 他不要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 后来幼稚园的老师 在跟我讲 他们都是受虐儿 自小的人就被育幼大 他没有存在感 他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存在 所以他有人的正常需要 可是他不要知道 不要你知道他在 很可怜 这叫受虐儿 台湾人过去都受虐儿 你知道吗 我是台湾人 把他扔出来 我台湾人 把他扔出来 把他扔出来 我笑不出来 我觉得很可怜 我在讲我妈妈的名字 不准讲台湾话 罚赞 罚钱 对吧 我台湾人 你中国人 过来套一个名字上去 你在形成你个人的存在感的时候 不仅被否定 被压在 还套一个名字上去 台湾人就是受虐儿的面图 所以你现在看台湾人的面图 都是受虐儿 但是我们变成受虐儿 是我们自己选的吗 我们自己去算的 不是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战败 因为我们战败 我们战败 战败才去用人家 我们现在是战俘 但是你不承认这个身份的话 你就没有其他的好处 我们现在是被 那被占领 被欺负 才有今天这种状态 但是你占领我不可以这样虐待我 你不可以改我的语言 一天台湾人家 我这样套名字 还以为是真的 还要拿中华民国国旗要入联 要加入联合国 很可怜 我跟你说 这不行就这样 还有一点再厉害 就是你台湾人的名字 说不定很尊散 再厉害 再厉害是你想说你是中国人 那叫什么 被鬼附身 鬼附身 中国鬼你知道是谁人吗 就中华民国流行政府就是鬼 为什么他是鬼 死掉的政权是不是鬼 死掉的人是不是鬼 当然也是鬼 死掉的政权 他的鬼魂跑到台湾南 台湾又不是他的身体 那是美国叫他来的 他想透过附着在人身上 我讲一个圣经故事给你们听 过去圣经上有个故事叫格拉森 格拉森是一个地方 它是天然的石灰岩洞 石灰岩就是水要滴滴滴 就一口一口走出 那个地方因为太天然石灰岩 很多洞好多个 你知道洞很多很好用你知道吗 人死掉的时候用布包一包 丢到里面就好了 不用做棺材了 所以久了以后这个地方 就变成坟场 坟场就是放森人的地方 你知道死人多什么多 魔神多 鬼子多 鬼子多 鬼子多就有那种鬼附身的事情 跑出来 所以里面有一个人被鬼附身 整天没穿衣衣衣衣衣衣衣 走来走去 村子里面的人感觉真的很麻烦 来 把他抓起来 用铁链把他绑起来 可是他又很有力 砰砰砰就弄断了 又跑回坟场又去天天在那边叫 就很麻烦 耶稣来了 你看到耶稣来 冲过来 永生上帝的儿子 我时间还没有到 怎么你现在就来了 难不成你现在就叫我下地狱吗 耶稣没有跟他多讲话 说你叫什么名 你知道他说什么 要坐那 说我的名字叫群 一群一群一群 怕死 为什么叫群你知道 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鬼帮这个人回答他名字 他自己的名字讲不出来 一群带鬼替他回答 说我们叫群 结果耶稣说 从这个人身上出去 那鬼也说 那边有猪 我们就走在上面好吗 耶稣说OK 你就离开就对了 结果那个猪就 一群鬼就附到猪身上 2000头猪 就冲到海里面都淹死 这个人鬼离开以后 他就醒过来 就恢复理智 把衣服穿回来 他就恢复正常 同样嘛 真理 我们的法理拿出来 这个中国鬼就要走 是不是 法理耶稣是真理嘛 法理一出来中国鬼 这个骗人的东西就要走了 没错吧 骗人就要走了 真理出来 那台湾人的正常的身份就恢复了 是这样子 但是奇怪 我们台湾人还有一堆人 死巴的这个鬼不放 是什么人 冬季嘛 冬季以前是靠鬼在探家 没有鬼靠什么吃 他就要鬼附身欺骗人 冬季 冬季是谁人 中华民国里面的本土派 民进党 秦民党里面的台湾人 就是这样 靠中国人的鬼政权在探家 来欺骗台湾人 法理出来这些就要走了 走了你还死巴的不叫他走 虐待台湾人就是这瓶假的鬼嘛 鬼来欺骗台湾人 让你嫁名 替你回答你的名字 现在台湾人要脱脱了 叫我们后面就这瓶了 这瓶当鸡 以后会处理 我们一定会处理 我们执政以后一定会处理这批人 但是在这个时间还有在的时候 快离开 赶快离开你现在的身份 回到我们大日本帝国 我们现在台湾军要出发了 你们要归队 过去做什么那是你被骗的 但是现在法理已经出来 你应该清楚 我们这个法理已经透过我们的网路 一直在跟台湾人说 会听清楚 会来的就是对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刺起来 台湾人刺起来 下一张 就这样 敢过 他自己名字说不出来了 下一张 被抓到贼窩的王子 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世以后怎么样 你知道现在你自己是什么人 知道吗 什么 我们是什么人 大日本 不要讲日本人 这日本人又弄作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我们也是台湾人 我们也是MEC42后代 过去日本人统治台湾人的时候 没有大量的人口进来给我们拌 这个很重要 什么叫种族灭绝 种族屠杀 中国对西藏大量的人口进去 给你拌 你下一代就不知道他是谁 到底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搞不清楚 那就是种族灭绝的一种方法 不用真的给你抬 大量的人口经理跟你混就好了 所以过去台湾人的母亲 那边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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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是从 一个母亲对维护她的后代 一个最卑微的呼求 说你不要跟人烂摸 他可能懂得不多 可是他那个直觉的反应是说 这是危险 再来下去 那台湾人没去 MEC42后代不见掉 你知道吗 那叫种族灭绝灭掉 台湾人不知道 我跟你说台湾人的人 可以嫁美国人 嫁欧洲人 嫁印尼人 嫁非洲人都可以 偏偏就不能嫁中国人 我不是种族歧视 我们凭什么种族歧视 我们人比人家少 怎么可能去歧视 我们只有被歧视的份 为什么不可以嫁给他们 因为 只有中国对你这块土地有野心 其他地方没有对台湾这块土地 没有野心的 人要跟你结婚是真的爱你 中国人来的没什么意思 那就是种族要把你混掉 把你淋掉 淋掉 淋掉 淋掉了 你的淋就没了 这土地就变野了 就这样子 现在知道吗 所以西藏人想办法要移民 往哪里跑 他就是达赖人要带一个人 因为种族要被灭掉 中国人大量跑去西藏跟他混 国不中他走 保留他的文化 保留他的种 到印度找一块地 美国还帮他付钱 他就要留他的种 所以中国人就假笑 一方面说我们要保育熊猫 熊猫快没有了 对不对 用全国的力量 所有的人员动员物资 培育熊猫 一方面你在杀西藏人 你对动物这样 你对人怎么这样 可恶 中国人都做嫁 很可恶 对台湾也是这样 你美国怎么办中国人 来对台湾做这件事 美国人你现在做的就是这样 你改变我们的技研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语言不是中国话 你改变我们的身份 你大量中国人 100多万人来台湾跟你编 过三代 他把台湾人都不见掉 我现在很清楚跟美国人讲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是M17次的后代 我们的政治身份 是大日本帝国的成名 我们是战败者 你按照战败者 该有的待遇来对待我们 不可以把我太超过 你不可以灭掉台湾人 M17次的后代 你不可以灭掉我们这种人 过去台湾人不知道 想说自己是中国人 去外人 他们来 你做中国人就没事了 大家都去申请身份证 你现在所有的只要 民政府的身份证很重要 证明什么 你是本土台湾人 你这身份证来确认你是谁 不然就是中国人 做中国人来处理 所以身份证很重要 来 下一张 怎么办 我跟你讲 回到原点重新出发 那个台生我上到几点 三点半吗 那我要控制一下时间 来 我们走快一点 来 下一个 再走 再走 这种种族灭绝 西班牙国家法院 19号根据普建管学家 原则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李鹏五名中国前任高官 发出逮捕令 理由是这五个人涉嫌 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 这将使得江泽民等人 如果走访国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国官员回呛 强硬回呛 哪个国家受理此事 江泽自取其辱 有胆就来 这什么意思 西班牙是一个大国吗 不是 怎么敢对中国 那种大国的呛声 中国为什么不敢他做什么 照理说应该 不想跟你做教育了 以后不能卖东西过来 对不对 照理应该修理西班牙 为什么不敢 对 你讲了两件事情 一个 西班牙是欧盟的一部分 你惹一个等于惹一堆 他不敢 中国没办法去惹欧盟 第二个 他真的有这样做 他真的在灭人家 这是事实 被人葬到 就是这样 是这个理由 下一章 犹太人过去被灭掉 六百万人被杀 很残忍 所以他们对这种事情很在乎 他就成立这叫什么 《宗族屠杀的罪行》 《种族屠杀的罪行》 怎么定义 什么叫种族屠杀 其中有一个 把你的小孩子送给对方去教育 你怎么送去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小孩子就受中国自那教育 让你不记得 想说你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第一代的人 二二八被杀光了 对吧 被杀了一大堆精英 第二代是什么 去当兵 去效忠他们 第三代接受他的教育 你都被灭掉是什么 种族灭绝 人人不知道 台湾人不知道 这么严重的事情你应该不知道 下一章 再走 我可以补充一些大日本帝国的 我们回到那个总督的那部分 还是 等一下 来 再回刚刚那个 停 再下一章 再下一章 我今天给你们上课 就是拉长你们的时间时关 你们过去被狭窄 非常小的被 狭窃在中华民国流亡时关 我把你拉长四万年了 这样才能看清楚你自己是谁 第二个 你在空间上也要扩展 我们在地球上这个地方 你这个岛 你这个是谁 所以拉长你的史关 拉长你的空间感 我们在看有清楚 我们是什么人 你才知道我是谁 现在做什么往哪里去 否则你看没 你没在条看有 过去我们的教育 就受限于他们的教育 所以大家都是傻子 傻瓜 看都看不清楚 想都想不透 现在知道了 来下一张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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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过了 你们在历史上 正常说禁台湾 对吧 正常说禁台湾多余 这样而已 它的势力范围只有这一块 这是真实的 因为所有的科学的证据 你站台湾你在哪个地方派了什么兵 你花了多少军饷 发了多少人 都没有资料 又有青菜公共 真正的科学家 证据出来的民政时期 只有这样而已 这边有大杜王国 这边有荷兰西班牙的势力范围 都没在调走 它有一个热泽兰成日志 那就是荷兰的公司来到台湾 它只是一般民间公司 它就对全台湾所有东西做资料调查 有多少山 有多少树 都要有什么人 那样的米买多少 全部做详细的记录 你说郑成功 你有做什么记录 什么资料也没有 他每年拨管多少预算来台湾 做他的岛 做他的城 要复心想的 这都有记录的 台湾不是很会算 你有看你的报表在哪里 你的发钱 总是钱的来源在哪里 你证明不出来 表示你的讲的好笑 尽在你讲一讲 郑成功都有渐台湾 叫渐台南 下一张 水在你讲 来 下一张 再走 再走 好 我要补充一下 我们过去没有日本 大日本帝国统治台湾 有多少总督 有学过行政管理的 你们要注意 听 看一个帝国进来 从大清帝国拿到秋头 一块土地 要怎么短时间里面 把建设到能够配合大日本帝国的水准 怎么去改变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以后要执政 我们也在短时间把台湾人 把转换过来 变成衔接上来 来 明治28年 1895年第一代总统 华山之际 军政转明镇领台上后 租税减免预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确立 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创始 司法制度确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理判制度 医院设置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油便电刑实施定期航路开始 杜梁横改正 财政金融制度 税制改正 大阪中立银行制度 你要建设一个地方要钱 银行一定要进来 要融资 这是起码要做的事情 第二代总督 明治29年1896年 台湾总督临时法院 台湾地区规则实施 政治犯临时法院 台湾公益制度 创始国语学校预备 明治29年第三代总督 乃木西点 三代警备法阿片建计制度 阿片专卖教育制度 民事调停诉讼 医院设置 第四代总督临时法院 也就是将军 他实际上统治者 是叫做后腾薪品 警察及私域官养层机关设置 保甲制度设施 土利水利制度 地籍调查 大小租权地方规则 地方制规则制定 基隆及高雄主管工程 全岛道路铁道设计 建设 便宜10间 如果便宜就要移薪 所以他有医学院 总督医学院设立 台湾银行创立 财政20年计划 财政20年计划 20年以后 台湾的财政要自给自足 你看他都有计划在做的 预定明治38年完成 离灾救助基金公布 祭祀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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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足费者 大清帝国有八咖 现在不行 张老言 走 下一张 你看 那时候大日本帝国有议会 议会一定要拨预算 来建设台湾 拿到土地之后怎么建设 每年预算编制多少钱 一亿两千万多少 军事费是多少 预算是什么 都清清楚楚的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 日本的资料都有公布出来 来下一张 自己都可以做得到 再来接下去 那时候 那时候大清帝国关台湾 是三年一小晚 五年一大返 台湾人不听话 为什么不听话 你不要跟我关 我们见到父母亲都说 日本人管多好 很简单 从一个女生的角度而敢 你会照顾我我干嘛跟你反 我天到晚跟你吵架傻瓜的吗 不是啊 就是你会照顾我好 我自然就会顺服 所以那时候天皇本来要来台湾 有的台湾人就瞎拍 台湾很乱不要来 结果听他这个总督瞎想 台湾的思想恶化 只是在东京设施那些学生 在台湾没有多少个人 但是多少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还没有到危险的程度 一般人民是极其忠实顺良 感是一事同仁圣恩 没有危险 不能来 现在我开始说一个人 叫做乌条金 这自己拿出来 他拿日本赴助去出国的 来下一张 这过去的台湾人 你们阿公阿嬷乖的 阿祖的 那时候穿衣服穿这样 台湾人在日本统治里面 有将近20万人出国留学 在短时间里面 20万人出国留学 不光是留日 留欧美 这点是留欧美的 我待会把同学录都拿给你看 这里面有几个名人 这叫做杜聪明 杜聪明 跟台湾医院有关的杜聪明 这都是名人 这个是黄曹琴 这给你淹保 在座的女生 我敢说你穿的衣服输给她 那是法国定制服 法国最新流行 你看你阿公阿嬷那台男生穿这种西装 打这种领带有帅不帅 发型很特别 女生也你看 Style 链子都是高级 巴黎当时时装 好 我这种單位 我请讲 克战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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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 你看同学路 沿水龙去留 France 这两个美国你看看 加班谁 约翰克林比亚 郭松跟巴黎大学 黄曹勤 美国约翰都在哪里 然后回来做什么 南京政府外交部 他抓到了 那时候说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中国人就是他说的 你是日本人是怎么去做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外交部的人 叛变 我说余孽 余孽就是什么 以前反清复明的余孽 余孽啊 这就是台湾人在叛变 对大日本帝国叛变的人 现在在中华民国的系统 抗日分子 抗什么日 对你好 你要反抗什么 就是黄曹勤 林县堂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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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县堂还不是出国 他只是去视察而已 有没有 主流都给他钓出来 过去主流都给他钓出来 我待会会看你更多 对大清帝国资料 下一张 再走 我们直接看照片好了 我们从18多少年的台湾 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台湾的照片开始 台山帮我抓一下那个图 之前不是有一些大清帝国那些照片 还是刚才那个人走到后面就有了 刚才那个人走到后面就有了 对再往前 这是第一张吗 没有没有没有 大清帝国那个开始 18多少年的时候 日本人来的时候 台湾是这样 中国人来的时候 或是开门 开门 开门 抽水 贪污 这几行而已 那一张是这样 一巴 多少年 来 这种 来 再走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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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张 淡水 那一张淡水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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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 这在干嘛 你知道他是谁吗 冰朗西施 阿嬷在买冰朗 吓到你们了 我跟你说 台湾想办法这样 大家不知道吃冰朗 你不要找美女来卖就好了 你叫阿嬷来买 我敢说大家都不要吃冰朗了 对不对 你不要找美女打扮得美美的 还坐在那边卖冰朗 那当然那些男生都会去买 但是你叫阿嬷来买冰朗 那锤子都吃到旁边去 阿嬷在买冰朗 以后冰朗西施就这个 这样最好了 来 下一张 西乡重道牡丹舍事件 下一张 回去查 我现在没办法 以前我们古草族都有出草 对不对 出草就把人头抖起来 对不对 日本人说不行这样 这样不得到 来 下一张 从奥底进来的时候 来 下一张 那时候很多我们高叉族的勇士 用收编料 说我们现在是日本人 你看 一个人都拿铁钩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都是人头 那时候人头 日本人去到台 差不多三百几粒 白保祖的 六千几粒 下一个 你看 这是他们的嘉年华会 大家在跳舞 对吧 很欢迎 小朋友在那里 日本军官在那里 你看妇女在那边跳舞 跳舞在那里 手艇 那就是人头 拿着人头在跳舞 庆祝 你要知道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背景 那时候是这样 出草就是人头 把对方输的人的头拿来 当做庆祝的人 人头 那就是人头 同样 我们都是这样 部落形式不管 你看现在回教也是 ISSS是不是跟你斗头 美国 中东的回教 是不是也是把你割头下来 一样 以前只要是世界上部落形式 都是这样 只是我们跟玩去接触到西方国家 甚至日本那里教 才慢慢改掉这个习惯 来 下一张 龟顺的话 咖哩最新型的武器 咖哩开青 来 下一张 有水吗 漂亮 高叉族的女生 好漂亮 1920年时候拍摄照片 来 再一张 你看 头目都在这边 后面都是日本军官 后面这边也有头目 每一个人的脚 两个脚中间都挂着一个什么 那都是人头 每一个人的脚中间放的都是人头 都割下人头 没有开玩笑 真的六千多粒 只要打仗就是砍人头 这都是人头 你们开玩笑 来 下一张 出炒就这样 所以洗成功了要洗离 要不然头就切掉了 下一张 这是那时候高叉族的人 跑进去 人家日本人办的学校 有一个在台人 全部杀 有一个老师就把一些小孩子 藏在封坑里面 后来就生还者 一个大屠杀 因为不快就有 一本人冠大屠杀 其他照片蛮残忍的 这样就好了 来 下一张 好 开始接受教育 来 下一张 一本人就对 开始告悠了 来 下一张 再走 第八连队进来 走 那些小朋友开始学会画画 有蜡笔可以用 下一张 第八连队 来 再来 飞机都进来了 再来 再走 台大医院 你看第三国路的女生 那是本来 就是现在的中山女中的女生 你看有漂亮吗 每个都好漂亮 好有气质 做的样子都有很有样子 这是好的教育的女孩子 的脸就会长那样子 来 下一张 铁道旅馆 那时候起的有漂亮吗 来 下一张 再走 你看 北一女的家政客 来 下一张 那一阵的小孩子到街上去也有行 因为我们占领了马尼拉 大日本帝国占领马尼拉 下一张 圆游会 下一张 台北公会堂 下一张 台北公会堂 公卖局走 这都一样你看 台大医院 来 下一张 再走 军乐队 你看 台湾公会堂 现在有人叫做中山堂 根本不是他去 公会堂是台北市的人 每一个人高1块 起来 这是内部 那时候装房就很漂亮 来 下一张 里面有冷气 还有西餐厅 来 下一个 你在讲1920年 39年的台湾 你看他的厨房 就已经这么干净了 这么现代化的厨房设备 撞酒桌 西餐厅 里面有冷气 在厨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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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水准 下一张 三参路 三线路 你能唱过那条歌吗 三参 月色照在三参路 月色照在三参路 月色就在三参路 有听见吗 三参路就是两快车道 夹两个慢车道 中间有路数 日本时代为建设一个新的城市 就是这样做 标准化 来 下一个 漂亮 你看 棒球队 什么我们的红叶队拿棍子去打石头 哪有这些可怜 日本时代就这么多棒球队了 那是给流亡难民人 嘎在边那里这么没有水准 什么哪个可怜 人家都要用棒球棍 用柴子去打酒桌 哪有这些可怜 我们的棒球历史远追到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其实有 你看 有球队 这个是华山 台北市里面的内山 不 华山小学队南门国小 南门小对抗赛 那时候每个小学都有棒球队 打来打去 那时候都有穿制服 戴帽子 戴手套 棒球 棒球棍 有队齐 教练 有经理 我手边有几百张台北市 全台湾各个地方的 棒球队的合照照片 那时候棒球是全台湾很盛行 才有说Kanon打到日本去 你没有那种是不可能 一下打到日本的甲子圆的 就表示那时候棒球在台湾 是很盛行的 而且水准是很高的 这是一部分时代 那水流完的 支那人不要惯在管车中 现在在那后 历史把你追到 中国的那些难民时代 笑死人了 红业也有那些可能 进行的那些酷 那些比那些可能 历史给你扭曲 下一张 那时候台北市就有公车了 大家都会排队上车 不像难民一来都OK 所以那时候什么新生活运动 那是要教他们的人 不是教我们的人 那大日本帝国都排队 现在是看到他怕到 下一张 来 这台北车站的前身 的前身 来 下一个 台北神社 来 再来 来走 台镇要走快点 要不然时间不够 超山 来 温泉旅馆 来 再走 以前建宗的学生 帝国的建宗 来 再走 再走 这都一样 到欧洲 没有 管前路走到底 博物馆 台北博物馆 我跟你讲 没有人会在殖民地盖博物馆 中华民说我们是殖民地 才不是 殖民地 不会对殖民地盖博物馆 除非你是他的领土 他才会在自己的国土上 设立帝国大学盖博物馆 提升大家的水准 殖民地哪里 不知道在博物馆哪里 可能做这件事 不是 明媒正取才会好好的照顾你 下一张 刚才博物馆那是很高水准 衡阳路那附近的照片 来 下一张 中博物馆 走 来 再走 这贵旗的照片 不是现在的照片 吓死人了 来 再走 日本时代 那时候北投的电车 来 再走 台北车站前面 你看每个人穿的多有气质 来 再走 明治桥 过来圆栓 圆栓 上面是台北神社 台北神社 来 各种 叫做表参道 一条通 二条通 三条通 来 过来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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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台湾博览会 博览会就是让全世界各国会来看的 你没有那个水准就别瞎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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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一张 喝咖啡抽烟 物理系的学生 来 再走 这是谁 你看这个人 不是结婚的 也不是 那是 我跟你说 国标舞比赛 一个日本的国标舞大师来台湾 那我们办一个国标舞在中山堂里面办的 就是台北工会堂办的 那一段一段 你看他穿的衣服 那是葬礼没人穿的 这是 那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 那一段国标舞比赛 你看每个人 那一段阿公阿嬷穿的衣服 很脆 很脆 是不是 你看 女生那个设计 你看那个style都知道 是美女 是穿着很漂亮的衣服的女生 很会打扮的女生 下一张 下一张 我们走快点 打什么球 穿什么衣服 下一张 再走 再走 我找到乡下的照片 连乡下都有幼稚园 就在新竹的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幼稚园的小朋友都这样子 这本期来教育是普遍的 从不失智的跳高 变了百分之八十几 七十九 普及率 吓死人 亚洲仅次于日本的高 我敢说二十万人出国留学 来 再走 下一张 新竹车站 来 再走 台中公园 那时候就是这样 日本是 我现在可以看到日本 1929年30年照片 来 再走 走快点 宴会 再走 绿川 台中绿川 现在垃圾几个再走 台中市 从上面往下照 来 再走 你看有都市计划 再走 你看一个城市不是乱盖 不是乞 不是这样 不是大清帝国一关概念 人家是未来的都市计划有格狀的 来 下一走 天皇来台湾市场的时候 来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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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香蕉在卖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人穿的衣服 就已经这样子了 没有人什么搅拼人 穿地骨 穿衬 没有啦 都是这样子 来 再走 再走 那时候的台湾人 来 再走 台中神社 在街上游行 好像在日本 来 再走 你看就已经很干净了 台中神社 来 再走 来 这台中 再走 那时候的小朋友 那时候的台湾人 1920年台湾人 有可愛吗 可愛 来 再走 台中周厅 来 走 走 走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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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丰元家政 我现在在讲全台湾 他们中国流氓政府 都会想偏远地区 开玩笑 在大日本帝国里面 哪有偏远地区 每个地方都不是天皇的黄土 每个地方同时建设 没有再分 这个是中央地方 只有流氓政府 因为流氓在台北 离开台北地方 都是偏远地区 都不想建设 这么多 这么小一个地方还有偏远地区 人家很少人 台湾已经够小了 你还有偏远地区 你到底会不会管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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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南大郡起工当天 来 再走 再走 加农 来 再走 走 再走 嘉义 嘉义 嘉义4上面 我跟你说上一张嘉义 你看一下建设率 要看路灯 你要会看路灯 点灰条 那表示什么 电气化 英文叫infrastructure 基本建设都非常好 才可以这样 非常前卫 有些人 再走 这种 中国人来不能看 再走 这叫做水源地 每一家每一户都有自来水 都有共通要参加 水源地 这是中华 彰化的水源地 集水处理到每一家有自来水 中国人不看 所以回来 那套旁边就拿水源地去买 有些人买一个 到他们家 说怎么没水 回去跟他们打就是这样 你见过什么叫自来水系统 什么叫地下水系统 也不知道 地下水道系统 不知道 来 走 以前是台湾 来 再走 来 走 这台南 走 台湾男女中的女生 日本时代 整整齐齐 一字化一又有气质 又好看 来 再走 白袜子干干净净的 再走 台南 再走 台南车站 走 走 你看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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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那段大地震 这种美军轰炸的时候照片 来 再走 天皇来视察 来 走 走 高雄市役所 再走 运河 堂场 再走 高雄 现在走到高雄 再来 再走 再走 那是全民运动 就用这样在运船上的东西 再走 我们要放影片 再走 再走 寿山 再走 你看那时候幼稚园就是办园游会 大日本帝国的水準 来 再走 高雄水坦实验所的学校 办派对 学生毕业 来 再走 来 再走 来 再走 再走 屏东的部队 我们屏东的部队 台湾军 来 再走 俄伦比那时候都盖好了 来 再走 你看那时候全家出游租车 那时候是生活 水准是这样 来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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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四次会 那时候做便当 屏东 便当四次会 来 再走 每个人穿得很棒 来 这走 你看 屏东妇女会 你看 你女生要会看 小朋友怎么打扮的 就表示妈妈会怎么打扮 对不对 妈妈会打扮 小孩子会打扮得漂亮 全部会看 你看 你看 所以你们童心照相的时候 不要这样过大片 很难看 侧面 手放这边 才会好看 这样子是怎么样子 人家那时候就会这样拍了 漂亮吗 我们童心要学会这个 这是阿公阿嬷那时候就这样 就知道怎么呈现自己是漂亮的 对不对 来 下一张 来 再走 好 我们放影片好了 来 台湾帮我们放影片 看一段影片 刚才只是照片 现在是影片 这种情勢 为了 打破了为 北に凶固なる国防的一戦 隠し 更に南に産業と 経済の生活戦を 開いて行かればなりません こうした 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 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 日本領土の中で 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 台湾が我が領友に席したのは 明月28年4月17日 归族我国 馬官大人 明治28年 我が領土となってから 昨年5月14日 川山海軍大将は 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 台北上に入り 同17日 大清帝国落後的樣子 今必須はね 總督的使政士 世代41世代の今日の絢爛文化 台湾を生残 訓練文化的台湾 台湾 台湾 清朝那時候把他當中 化外之地 不被灌 我們都化外之民 因為是殖民地 現在改例に 帝国成民 成效走去 改例不到幾年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産業的指導奖励 鐵路港湾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理藩教育補給 貴亚航 地方支部改革和軍事方面 都滴滴起來 こういうのが こういうのが 一つに台湾 一つの面目を一新する意味 各のごとく 短日月において ご成績を上げたものは 王室一室同仁 一つの改革 台北市就有夜景 夜景要有電 基本設備要有 台北橋 台北橋一つ 1911年8月的時候 大台風 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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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代大清都延室 旋風 介绍 地 Art このりんぐ壁 す bill 三線道路 年度 まったく市外のメンムカー 日常 した 驅かえる 保護 以后我们的州长也叫芝士第一书 我们的州长也叫做冰水 来 八百亿 你这不是这样 對齁 郵政局對名排電 台灣電力工具 那幾組建設全部在日本實在完成 那時候日本有幾部片子也是跑來台北就是拍這幾個建築 為了要有背景 台北敏感 金馬好音隨便亂用 太可惡了 亂用 把來模特兒在裡面做秀 新竹 不是台北總督五移北 老社區 就是新舊交接的地方 你看那時候的台灣的女生 身材都很厲害 台北公車 你看 專河湖帶小朋友 東亞路那邊很熱鬧 台灣的文化様式 主要街路 放射 或是五番目 拡張 淡淡的大通 是人道 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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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人 我國人 沒有其他例外 獨特 的 瀑布 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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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道旅館 坐火車 然後停在旅館 注意 海外 也很好 旅館住完了 我坐火車 台北黑急 喔 三連車 還有計程車 Hexy 還有公車 這裡計程車 人力車 人力車 台灣には騷音を立てて走る 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 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喔 這就是明治橋 喔 表的雨山 這個比較嫁人河 喔 紀龍河在上面 台湾銀社は 台北の北端にそびえている 建坦三半山 台北公会堂 北武館 漂亮嗎 都說是這樣子 台灣人那時候是在享受 帝國建設 真的是非常學 台北放送局每天兩個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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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時 幾個小時我忘記 你 我播送 只有是自己帝國的臣民 在去想 注意到他的生活 所有的機能 要能夠享受文化的教育 人文的教育 他會建設 建設 而且注重街道的寬 舒服的程度 不是在你把他蓋住 那沒問題 他現在開始往你那邊 比較古早 中國人 英雄很大的 那個 房間 那中國做不到 你看 蓋倩蓋廟 秋水 台北的一般 廟也是中國寺的 叫你去拜他 中國寺 大清帝國就是這樣 宗教給你控制 紀元給你控制 信誓給你控制 你看 你待會兒就造成 你看 我阿嬤的 你看 你看中國人的民宿的造成 那 寬的造成 那他也不一樣 那怎麼都必須幹 對照 跟日本的建設 跟規矩 是對照 現在沿著淡水河 現在沿著淡水河 一直走 走到淡水河 走到淡水河 七星山 北投溫泉 現在走到北斗 他知道北斗文庄 以前本來的建設很好 在台灣開闢不同的文庄的地方 很重要的休閒 非常熱鬧的溫泉 非常熱鬧的溫泉 你看 日本時代的高爾夫球場 日本時代的溫泉 那種 我媽媽就在怕組織 那種不能想像的東西 喔 膽子最高爾夫球場日本時代的溫泉 日本時代的溫泉 日本時代的溫泉 新竹地方 一個一個道具 我們寫說要建設人物 新資料建設人物 前面的過程不講,那是一定要人工 再看就有趣了 全部機械化 1920年30年做械是機械化處理 生產線 日本時代 每個人穿得這麼乾乾淨淨在那邊處理茶葉 輸送帶 這裡是帝國在製造生產流程 基本的配備流程 日冬紅茶 再來台中 一個一個城市去看 影片最實在 綠川 漂亮 小京都之稱 台灣的小京都之稱 你看路燈有多少 你就知道 漂亮 路燈 美麗 台灣的京都 彰化螢 台中酒 酒 酒店 酒店 台中 台中可以走快點 台中公園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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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電力配備 你看那時候高壓電線南北在送 走出來 透過這個 台南 台南 台南這邊可以走快一點 沒關係 零百貨 台南 阿里山的火車 鐵道 那時候不光是開 來 台南走快一點 我們趕快影片就可以看 最大的嘉義是最大的木材直戰隊 走快點 這是嘉義農林學校 台南 台南 這邊走快點 現在講 糖 糖 日本領土 那時候 台糖在日本的時候建構起來 台糖整個產業 那時候工廠的設置 有街上鐵道 所以運送是一貫化的設計 他不光是製糖 他還研發跟糖有關的 包括製酒精 阿 什麼的 這邊走快點 這邊可以提一下 你看 你看 那時候 機械化了 已經是機械化了 機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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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牛 全部機械化製造成長 煉乳 罐頭 點心 相對跟糖 在一起製造成長 兩倍以上 增加 總共 1人 13キロ 日本的 砂糖消費 在10年間 平均70萬 變成長 增加 他會變酒精 可以停一下沒關係 行業實驗所 裡面有一個實驗室 你看 一直抽樣檢查 你看這個穿的衣服跟現在差不多了 很奇怪 在實驗室裡面一定穿白袍做實驗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珊瑚潭除水區 珊瑚潭水埠 供應所有的水 來走快點 台南州裡面的水都才有 285公里 相對的農業就一直都起來 三年輪座 就是因為這個集水系統 來 來到高雄 我們要耍 高雄火車站 來 來台車稍微快點 你看 以前運送都是這樣子 來過來 海岸線的首都 海岸線的二大公安 海岸線的二大公安 那一種南方的高雄港 是 台灣南部的物産 砂糖、米、 巴雄港、 海岸線的 油培 方便 還要在 海岸線的 還有巨大采用 海岸線的 可以在地上 海岸線 有陰地上 對 海岸線的 海岸線 這時候有固定的航班 幾萬噸的輪船對開 待會你注意媽媽帶了一個小朋友 那小朋友穿的衣服很燒爆的 一噸的優秀船隻 運輯航路 還有幾分鐘電影就結束 兩分鐘三分鐘 除了船以外還有飛機對開 貨展金融 你看那小朋友穿的衣服 帽子就很不錯 那時候有地下電纜 直接從日本拉到台灣 直接無線電話 直接有線電話 那台無線電話也有 先進 航空東京大阪福岡台北對開 對飛 台北飛行場 那高差組的 很多接受大學教育 專科教育 那以後當警察 當老師 很多 我們也是日本人 會叫我們的 殺殺組 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邊 歡迎大家下禮拜繼續上高級班